重點很簡單 通脹一旦發生 市場往往低估它的強度和持久力 第二 通脹一旦出來 是很難收復的 很難收復 不是我們講過去的 1.幾%的不是通脹 現在這些是真的通脹 以我經驗是很難做的 大家看到雙位數 所以為什麼呢 早過幾兩月 最大的問題 現在就是 市是低估了通脹的情況 20分 我們從前面開始 我們麻煩很多事 我們去共産